说起脱发这个话题 以前的印象好像多见于中老年群体 但是这些年似乎越来越向年轻人伸出了魔爪 而且这不仅仅是网络段子 从医院的接证人群来看 90后已经升级为脱发的主力军了 专家指出 之所以作为年轻人的90后群体会有这么多脱发 主要与个人作息时间 饮食习惯以及洗涤用品的使用有关系 第一个人现在一般就是年纪轻的人 尤其从IT行业的 一个睡眠是越来越晚来 第二个是一个饮食的问题 高脂高油 刺激性比较大 所以它可以出现脱皮脂腺分泌的一个旺盛 皮脂腺分泌旺盛就很容易引起脂液性皮炎跟脂液性脱发 另外就是洗的用品 因为我们主张就是最好洗头一般是三天洗一次 对于已经出现脱发的情形 专家建议可以采用中西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 适当补充维生素液等微量元素 冬天寒气较重时也可以适当不慎 不慎的要可以吃一点 如果天冷的 如果是冷比较虚的 比较劳累的 也可以吃点高方 中西的高方如果辨证的好 效果还是不错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